國民黨的前立委嚴寬恆 因為殺戮區的豪宅涉嫌 竊佔國土還有轉賣時疑似假賣 未造文書 日前遭到臺中檢調帶回調查 訊後嚴寬恆跟妻子陳麗玲 分別是一千萬跟五百萬元 交保後傳 檢方更進一步查到 嚴寬恆還涉嫌用人頭 詐領立委助理費 臺中地檢署今天癥結 依涉嫌貪污治罪條例 未造文書 竊佔等罪嫌來起訴 第一項第二款之 利用植物上市機會 詐取財務罪 刑法第兩百一十四條之 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以及刑法第三百二十條 第二項之 竊佔罪 檢方表示 嚴寬恆的沙烏區豪宅 在二零一七年完工的時候 已經竊佔國有地 達到一千多平方公尺 去年遭到檢舉之後 以假交易的方式 找張信設計公司的老闆 將豪宅買下 而檢方在調查相關的 帳策的時候 發現嚴寬恆在擔任立委期間 涉嫌以人頭助理 乍領這個助理的薪資 跟年終獎金共一百零八萬元 這筆錢又用來支出 嚴寬恆的進口名車 豪宅水電 保全 還有外用薪資等開銷 嚴寬恆對此則說 他是無罪的 是遭到政治迫害